接下来,你需要好好的将境界巩固下来,否则的话,会大大限制你未来的高度。 秦晨告诫道,尊尊教导秦婷婷。 多谢前辈。 秦婷婷恭敬行礼,激动得五体头顶。 此刻,她已经完全被秦晨折服了,甚至秦晨让她去死,她都会毫不犹豫。 厉害啊,那彭武德父子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古中派老祖感叹了一句,算是给事情定了性。 前辈啊,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呀?老夫好下去安排。 古中派老祖态度恭敬了。 我需要去苍权城一趟,先收服一个单道势力,将陈帝阁的架子搭起来。 你和秦婷婷呢,就跟我一同前去吧。 一个地上高手,在苍权城应该会有点用的。 秦晨,是接道。 是,前辈,老夫明慧伤古空,不知道前辈如何称呼啊。 我还有,老夫之所以坐镇在这里,是害怕别的势力前来供的。 万一这跟着前辈去了苍权城,这恐怕…… 古中派老祖伤古空恭敬的。 神色有些担忧。 天蒙山脉并不安全,所以他才会隐居的。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不留些底牌,像古中派这样的小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复免。 伤古空? 很好,去苍权城呢,本座需要一个身份。 以后你就是本座身边的一个仆从,没什么问题吧。 秦晨淡淡的。 真意担忧的,本座自然不会放任不管。 接下来,本座会加固你古中派的守护大阵。 让木道玄坐镇在此。 到时候,就算是有地盛出席的高手攻打,短时间内也攻打不下来。 呵呵,如此就太好了。 古中派老祖激动了。 至于本座名慧,本座姓秦明臣,你以后就称呼本座为陈少吧。 秦晨淡淡的。 此次秦去苍权城,本座不但是要建立起陈帝阁。 更是要搜寻提升你寿源的材料,和尽快地炼制出让你提升的丹药。 一切以陈少为主。 伤骨空神色激动,对秦晨而言,完全是没有任何意见。 正门,老祖,这…… 秦婷婷确实懵逼了。 这都什么情况? 秦婷婷啊,从今以后,我古中派就臣服于陈少了。 以后陈少的命令便是老夫的命令,甚至还要凌驾在老夫之上。 你听到没有? 伤骨空老祖,沉声道。 秦婷婷,好半天,这才回过神来。 天哪,这…… 眨眼之间古中派竟然认了个主人, 自己捡回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是,老祖。 秦婷婷不敢质疑,急忙攻身行礼。 好了,空老,你有多少圣经? 最好是高品质的圣经。 想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圣镇,圣经是绝对不能少的。 秦晨询问。 陈少啊,老夫的积蓄都在这里了。 商骨空老祖,直接将储物戒指交了出来。 递到了秦晨的手中。 秦晨一扫,眉头一皱。 才这么一点? 商骨空老祖的储物戒指中堆放着不少的圣经, 但是都只是下品的圣经, 大概能有二三十万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气息更加浓郁的圣经, 应该是中品圣经, 确实只有一千三百块。 堂堂地圣老祖, 竟然仅有这么一点圣经? 这未免也太少了吧。 前辈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古中派家小夜小的开派祖师好不容易才在天芒山脉找到了这么一片地下圣池, 这里面约含有太古时代的小部分圣源之气, 这用禁法封锁起来啊, 在上面建造了山门, 这才使得虚空中的圣源之气它浓厚了一些, 有了一些资本啊, 不过这片圣池要不了多久就会消失了, 而我古中派在苍玄城也没有多少积业, 四周的强敌环似啊, 偏偏老夫闭关苦修, 每年消耗的资源那都是个天文数字, 恐怕要不了多久, 我古中派啊, 就要坐之山空了。 幸好现在在圣池中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一旦是等不久之后圣池都消失了, 如果还不夺取到一条新的圣脉, 老夫啊, 又未能突破甚至仙云, 那我古中派就失去了根基了, 以后弟子越来越凋零,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覆灭咯。 伤苦空, 苦涩地摇头, 一脸地尴尬, 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臣服秦臣的, 如今的古中派已经快要到了不变不活的地步了。 罢了, 这些圣经暂时也够用了, 就是到了苍权城, 可能还需要大量的资源, 走一步看一步吧。 秦晨身躯一动, 直接出现在了古中派的上空, 轰轰轰, 他在古中派上空直接开始修补阵, 顿时, 一道道可怕的盛气升腾了起来, 整个古中派发出了隆隆的轰鸣, 圣镇在修补着。 圣镇的修补可比别的麻烦多了, 秦晨整整耗费了两天两夜, 这才将圣镇周围给彻底加固, 并且提升到了一个极其变态的地步。 当阵法彻底改造完之后, 一道道可怕的圣镇气息缭绕着, 让伤古空好足都感到了丝丝心境。 好强啊! 伤古空有种感觉, 就算是他闯入这样的阵法, 一个不小心也要吃个暗亏。 他对秦晨的阵法造诣, 有了更加深厚的了解。 一个樊圣经后期的强者, 竟然能布置出威胁地圣经高手的阵法。 陈少在阵道上的造诣, 绝对是强到变态的。 自己啊, 算是捡到宝了。 好吧。 安对好古中派的一切, 秦晨没有任何犹豫, 带着伤古空和秦婷婷 直接朝着苍玄城所在飞掠而去。 至于木道玄, 则留守在了古中派中。 不过, 一旦等秦晨在苍玄城立住脚, 古中派就会立马出动, 替秦晨打理陈帝阁的一切。 在伤古空的指点下, 片刻之后, 秦晨三人已经完全离开了天王山脉。 秦晨现在的目标是先去苍玄城, 同时打听幽千雪三人的消息。 他心中忐忑, 距离他降临天界也已经过去几天了, 不知道千雪他们到底在不在苍玄城附近。 万一不在这里, 那就麻烦了。 天界太豪瀚了, 光是广韩府就有十三个州, 每一个州都有着无数的苍玄城这样的城市。 若是大家分散开来, 就算是秦晨再强,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千雪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建立起一个足够大的势力。 假如千雪他们听到消息, 自然也会寻找过来的。 否则, 人海茫茫, 天界辽口, 盲目地去找, 只是如大海捞针一般, 浪费时间。 希望千雪他们都能安好。 秦晨握着拳头, 目光冷立。 秦婷婷看着心事重重的秦晨, 心头疑惑。 像陈少这样的大人物, 也会有烦恼吗? 如果自己能替陈少还有解难, 那就好了。 他暗暗发誓, 一定不能辜负陈少的希望, 努力提升自己。 在商古空的指引下, 僧人飞略在了天界之中。 如果没有商古空的指引, 第一次在天界赶落的秦晨绝对会迷路。 因为天界太辽阔了, 一个城池的下面, 樊圣经高手还可以通过飞行来赶路, 各个城池之间, 甚至各大洲之间, 只靠着一座座古传颂阵进行来回。 这些古传颂阵, 传闻是远古天界掌控势力所建立的, 后来天界破碎, 重新修补之后, 分成了一个个府。 传颂古镇也就掌控在了各个府的手中, 用来同管各个势力。 苍玄城的古传颂阵, 被苍玄城城主控制着, 甚至, 苍玄城中还有一条圣脉, 也被城主掌控着。 在城主府中, 有真正的地圣级高手作证, 无比的强大。 传闻, 苍玄城的城主是苍玄城的第一高手, 地圣经后期的强者, 弹指之间就能杀死十个苍玄弓这样的普通地圣经强者。 秦晨一边飞行, 一边修炼, 在天界他无法撕裂虚空, 就只能依靠着圣元飞略了, 正好也可以利用时间修炼。 在古中派, 秦晨收获也是不小的, 突破了樊圣经后期, 往樊圣经后期巅峰进发。 对于樊圣经后期巅峰, 秦晨完全不担心, 只需要足够的资源就行了。 但是, 从樊圣经初期巅峰突破到地圣经, 确实不那么容易的。 先不说要祭练武秘, 就算是有了足够的领悟, 在晋升的那一刹那, 也需要无穷无尽的圣元。 现在他的身上虽然是有一些圣经, 但是却根本不够, 九牛乙毛都算不上。 一旦等自己突破了地圣, 秦晨自诩, 自己足以在苍玄城中立足, 甚至冲出苍玄城, 掌控四周无尽的地狱。 樊圣经在天界只能算是高手, 而地圣才能算是强者, 掌控一方。 地圣, 我一定要尽快突破到地圣境界, 这个境界一突破, 才能是真正的纵横天界的开端呢。 秦晨内心涌动, 无数的景色掠过, 转眼瞬间即逝。 秦晨三人时而在虚空中飞掠, 时而在云端中穿梭, 路过了无数的山脉、平原, 也看到了一些小势力、 小部落、小村庄。 在秦晨的眼中, 这些山脉势力之中的景象历历在目, 也全部在他的感应之中。 这些村庄势力中也有着普通的百姓, 最弱的一个都相当于武王境界。 这时百姓数量太多了, 而武皇和武帝大力比比皆是。 在天武大陆堪称巅峰的武帝, 在这里那就是普通, 只有超脱了圣经才能有一定的身份。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一座宏伟的古城呈现在了秦晨的视线之中。 整座城池无比的挥霍, 高耸入云, 无数的武者来来往往降落在了古城之中。 秦晨甚至感知到了一些地圣级强者的气息, 这就是苍玄城。 苍玄古城就展现在了地平线上, 映入了秦晨的眼帘。 与其说是一座古城, 不如说是一个帝国。 浩瀚无比, 无比的辽口。 这座古老而壮丽的城池坐落在了土地上, 一眼看去, 不知道多少高手隐藏在其中。 人来人往, 无数的圣经高手都是进进出出的。 相比起来, 下界的大路真的是不算胜。 也难怪天界的高手那么自负, 天界的确是太可怕了。 一个城池就比一个中等外面都要强大了。 这座城池的高手足以将十座一摩大路都给打爆。 而且, 在这城池之中, 空间连接着空间层层跌跌, 美轮美幻, 很多东西都是十分玄妙的。 一草一木, 一花一鸟, 都蕴含着大道的纹理。 显然是被顶级高手精心打磨过的。 秦臣感觉到, 以现在自己的修为, 进入城池之中杀人闹事, 绝对会被围杀, 出不来。 而且, 苍权古城中散发出来的盛气, 无比的浓郁, 甚至比古中派的盛池都要浓郁得多。 这底下绝对有一条巨大的圣脉。 秦臣震撼, 如果在苍权古城修炼, 他的速度绝对是能提升无数倍的。 如果能悄悄地进入到圣脉的核心之处, 吸收天地圣切, 晋升到地圣也不是没可能的。 翁地下, 秦臣的灵魂之力弥漫着, 看向了古城之中, 看向了弟弟, 想要窥探出浓郁的圣气的来源。 但是, 古城之中无数的圣光涌动, 恐怖地禁止起伏, 以秦臣的灵魂强度和阵法造诣, 也无法窥探出核心本质。 苍权古城的阵法, 居然是让他有些看不透, 让他不由地吃惊, 这绝对是地圣级别的大阵, 而且是地圣阵法中最顶级的, 以秦臣现在的修文, 还无法布置。